大家好,我是牛妈 今天给大家分享网红小吃酸奶麻花 每次做油炸都有朋友会问能不能用烤箱 那么我今天就两种做法一起分享 两种做法做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但都非常的好吃 今天的酸奶麻花从酸奶到酸奶馅都是自己动手做 做酸奶用的是家里的小炖锅 平常用来烧饭炖汤的 500毫升的纯牛奶加入1克卤酸菌种 然后搅拌浓化 做酸奶的炖锅要无水无油 再盖上盖子选择酸奶键设置8个小时 可以晚上睡前做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吃了 这是面团要用到的全部材料 先将高筋面粉、盐、糖、酵母混合均匀 然后打入一个鸡蛋混合均匀 这个鸡蛋是什么情况 这还能吃吗 我捏了一下像鞋块一样的东西 清理干净就这样吧 然后加入炼卤玉米油 继续混合均匀 再分多次加入230毫升的清水 再揉成没有干粉的面团 然后装进保鲜袋 放进冰箱冷藏松弛20分钟 现在来看看做好的酸奶 跟嫩豆腐一样相当不错 不沾锅到400克的酸奶 然后加入50克炼卤 40克玉米淀粉混合均匀 然后开中火快速搅拌 搅拌至像四瓶中这样比较浓稠 然后有一点挂齐的状态 就可以关火放凉 20分钟之后 面团只能产生筋性 已经有了厚膜 然后再揉搓摔打 面团不用揉搓到出手套模 只要像四瓶中这样 成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面团光滑后再搓成长条 然后分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这个配方可以分成七个剂子 每一个大概在120克左右 然后再将每个面剂滚圆 再盖上保鲜膜松弛15分钟 这个时间可以将放凉的酸奶线 装进裱花袋 再按板薄薄的撒一层干面粉 然后取出面剂 压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 朝里的那一侧要特意擀薄 或者用手指压薄 然后挤上酸奶线 再将外面这一侧 轻轻地掀起来包裹酸奶线 然后卷成长条 整理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再松弛15分钟 其实全部做好之后 第一个已经松弛好了 取出之后将它继续搓长搓细 然后两只手扎住两端 朝相反的方向推 再两端结合提起来 就自然卷成麻花了 做好的麻花坯 裹一层清水 再裹一层面包糠 然后盖上保鲜膜 发酵至1.5倍大 这个是油炸的 做了四个 剩下的三个同样的做法 然后裹上黑白芝麻 用烤箱烤 然后盖上保鲜膜 同样发酵至1.5倍大 先做油炸麻花 油温五六层热的下落麻花 中小火慢炸 杂志像四瓶中这样 表皮有一点金黄色 就可以捞出了 现在接着来烤麻花 跟我们平常烤面包是一样的 烤箱要提前预热 上火190度 下火180度 烤15-6分钟就可以了 虽然是同一种食材 但是烤出来和油炸的是完全不同的味道和口感 油炸的用的是面包糠 所以它的表皮非常的酥脆 烤箱烤的就是浓浓的芝麻香味 看看虽然没有出手套膜 但是同样非常的拉丝 里面的馅料是淡淡的香甜味和奶香味 非常的好吃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记得关注和收藏哦 有问题可以评论区留言 拜拜